美国与日本、澳洲、印度四国在东京举行外长会议后 中共狠批美国搞小圈子 与早几日狠批美国搞单边主义相应程序 原来美国强调美国优先搞单边主义 中共害怕被脱钩 当美国开始发展多边外交 搞小圈子时 中共更恐惧 因为中共玩惯小圈子游戏 深知其威力 美国引领的天下围攻小圈子正在扩大 中共还在幻想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势必加剧两个圈子的碰撞 也必定加剧国际社会的反感 《苹果日报》刊发评论文章 美国主导的小圈子与中共把持的小圈子 近日有多个有趣的数字对比和直接的交锋 其一 10月6日7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时 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霍伊斯根 宣读了39个国家联署的 关注新疆人权和香港最新局势的联合声明 其后 巴基斯坦代表55个国家 古巴代表45个国家 分别就支持中共的香港政策 新疆政策发言 这两个在香港新疆问题政治立场对立的小圈子 去年就已交过手 一年过后 美欧关注中国人权的小圈子壮大了 而支持北京的小圈子逐渐日渐示威 其二 美国主导的另一个小圈子 10月6日在东京出场 虽然只有四国参与 但其影响力不容小觑 这次美日印澳四国外长举行四方安全对话 被视为筹组亚太国家防堵中共扩张的小北约 其实 小北约这个圈子尚未成形 远不及已成立20年 由中共把持的上海合作组织 玩小圈子游戏 一向是中共所好 无论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 既可以抱团取暖 也可以耍老大哥的威风 其三 当北京宣称 有近70国在联合国支持中方立场时 美国皮尤中心发表了一个小圈子的民调 这项调查只在美欧 日澳 加韩等14个发达国家进行 结果显示 各国人士对中共的观感急剧恶化 负评率高达73% 对中共最反感的是日本人 负评率达86% 即使是最不反感的是意大利人 负评率也达62% 文章最后写道 国际政治的小圈子从来不是简单的以数量取胜 反对中方立场的39国 皮尤调查的14国 其政治 经济 军事实力 其是其他小圈子国家所能抗衡的 中共逆民主 自由 法治 普世 价值而行 幻想靠大撒币建立 把持的小圈子 去对抗文明世界 到头来 必定是 赔了夫人 又折兵 美国白宫医师康利8日发布备忘录表示 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完成新冠的治疗 预期川普届时可安全参与各类公共活动 就在同一天 在被诊断感染了新冠病毒后首次接受媒体的采访中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 如果他再次当选的话 他还会向中国征收关税 川普当天还宣布 将撤出美国住在阿富汗的所有军队 川普还说 美国军队部署在世界各地会使美国受到伤害 因为这会消耗军力 而美国必须时刻为中国 俄罗斯和其他地方做好准备 路透社报道 美国白宫医师康利8日表示 川普自回到白宫后身体检查都很稳定 看不出有病情恶化的迹象 整体来说 川普对于新冠病毒疗程的反应非常好 没有不良效果 康利表示 自从1日诊断以来 10日将是第10天 根据团队进行的诊断 高度预期 川普到时可以安全地参与公共活动 另据美国之音报道 川普当天接受了福克斯商业频道主持人 玛丽亚·巴蒂罗姆的专访 当谈到美中贸易战时 川普表示 他在今年年初与北京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在两周前帮助促成了中方有史以来 向美国下的最大的玉米和大豆订单 川普进一步强调 如果他再次当选的话 他还会向中国征收关税 同时川普再次指责 中共要对美国的新冠病毒疫情负责 川普现场表示 我对他们感到厌倦 我们发生的每一件事 我们发生的那个新冠病毒疾病 中国病毒是由于他们 这不是第一次了 专访中 川普还进一步表示 他希望美国撤出部署在海外的军队 他说 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 已经持续了19年的时间了 美国一直在把住在阿富汗的美军撤回来 目前已经减少到4000 他们在今年年底前都会撤出 川普表示 我会让他们在今年年底前回家 就在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 他们正在回家 川普还表示 我们遍布世界各地 我们在这些不同的地方 在没人听说过的国家作战 这会伤害我们 因为你让你的军队受到消耗 而我们必须时刻为中国 俄罗斯和其他地方做好准备 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也许还有朝鲜 根据美国和塔利班 今年2月达成的一项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 外国军队将在2021年5月之前 撤离阿富汗 以换取塔利班的反恐保证 10月7日下午 中共公布了大陆9月份 外汇储备为31425亿美元 但是由大陆财经评论人士认为 从美国和中共当局 公布的数据来看 大陆的外汇现金储备 已经全部清空了 在网上流传的 《满足勇士外储迷雾》一文中 这样分析 中共的实际外汇储备规模 自从2015年转入下降通道之后 就处于迷雾状态 在此之前 我们对外储一般的了解是 总规模近4万亿的外储 其中约1万亿购买了美债 1万亿购买了欧日债 1万亿对外投资 剩下约1万亿则是外储的现金储备 但是2015年之后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无从得知 但可以从几个观察视角 一窥究竟 首先是 外汇储备与外币外债的对比 举例来说 截至2019年底 中国的全口径外债为 20573亿美元 但其中的离岸人民币外债 折算后高达7279亿美元 真正的外币外债只有 13294亿美元 第二个视角 根据中国的对外投资的存量数据演变显示 2019年中国对外投资 占外汇储备的比值 居然达到了71% 换句话说 七成的外汇储备都变成了对外投资 对外投资存量高达2.2万亿美元 对外投资存量2.2万亿美元 加上持有的美债1万亿美元 基本上就是中国现在剩下的3万亿出头的外汇储备了 数据上大致可以对得上 基于这样的结果 唯一的结论只能是 此前的欧债日债已经完全清零 并且中国手里也已经没有了外汇的现金储备 况且就现在这3万亿出头的外汇储备 其中还有1.3万亿美元 是借外债借回来的 然后高达7成的外汇储备都被花到国外去 变成对外投资了 万一这个对外投资的效果不好 挣不到钱回来 外债又到期了 需要还 应该怎么还呢 把手头持有的美债都卖了吗 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上月强推汉语教育引发 猛民抗争后 中共内蒙古党委书记石泰峰 直到本月7日才首度开枪 声称要对赵琪的有关指示 深刻反思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出现的问题 改进工作 但没任何改变强推汉语教育的意思 当局继续强力维稳 抓捕参与抗争的民众 据官方消息称 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布小林 6日到阿拉善蒙 俄纪纳其蒙古族学校 调研学校教育和推进国家统编教材使用情况 该校是俄纪纳其唯一的 9年一贯制蒙古语授课全日制学校 史泰峰身份中突出的标签是 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北大同学 1978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 同样身为蒙古族的自治区主席布小林 也是李克强的北大校友 据报道 内蒙古八月底在中小学新学区 实施统编汉语教学方案 引发蒙人大规模的抗议与罢课 他们担心自己的语言文化将因此濒临灭绝 当局对此进行强力镇压 此前传出大约有5000人被捕 9名蒙古人自杀 被抓捕的人被送至所谓的法治教育中心 类似新疆的转化集中营 据自由亚周七日报道 内蒙古维权律师胡宝龙曾参与反对活动 不久前也曾拒绝送孩子上课 三周前被通疗市警方刑事拘留 现被检察院批捕 但由于当局封锁消息 目前外界对参与抗争的民众的境遇难以了解 有分析认为 中共似乎要不惜代价展开对少数民族地区 从文化到宗教的全面清洗 加速惹怒少数民族 最高指令当然就是来自习近平 按中共在党性支配和保乌纱帽的官场 复淘汰机制下 地方官员如果没有上风的撤回指令 基本都只懂得强硬维稳这条路 巧合的是 帮习近平干这些脏活的两名高官 都是与中共总理李克强有渊源的人 美国总统川普与印度总理莫迪此间交情不错 如今有借着北京屡屡助攻 两国合作也日益深化 第三场美印2加2对话将在10月底进行 届时双方将签署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 未来印度将可共享美国的地理情报地图 来实施精准打击 中共惊慌之余急忙发文示警 印度导弹将借美国之力攻击目标 本时报近日报道 第三场美印2加2对话将于10月26、27日举行 莫迪政府已准备好签署上述协议 而这也仅仅是四项军事通讯基础协议中的一项 也是印度向美军采购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的前置程序 不仅如此 该协议允许印度使用美军的全球地理情报地图 来提升巡异飞弹和弹道飞弹的准确性 并互相分享印太地区军事情报 美英签署的另外三项军事基础协议已开始运作 双方可在彼此指定的军事设施加油补给 分析指出 此消息令与印度爆发严重边境军事冲突的北京如坐针毡 而除了美国 俄罗斯在中印冲突中同样在向印方出手武器 对北京落井下石 今年6月 中印双方在喜马拉雅山边界线附近的拉达克地区 发生两国45年来最严重的流血冲突 之后还出现过数次武力冲突 双方进行过多次谈判 但两国边境对峙情况至今没有得到缓解 印度空军参谋长巴达乌里亚 近日更表示 印度空军已做好空袭中共的准备 10月8日晚间 中国知名酒起燕金啤酒突然发布重大事项公告 称该公司董事长被有关部门立案调查 引发各界关注 今年上半年 燕金啤酒受疫情影响 业绩急剧下滑 截止11场价前收盘 燕金啤酒市值高达237.6亿 二级市场持股户数高达7万户 据陆媒报道 燕金啤酒8日晚间发布重大事项公告称 近日北京燕金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收到通知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赵小冬 因涉嫌职务违法被有关部门立案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 根据燕金啤酒2019年年报 除了在上市公司任职外 赵小冬还是燕金啤酒的实际控制人 北京控股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局副主席执行董事 在燕金啤酒控股股东 北京燕金啤酒投资有限公司担任副董事长 据媒体报道 赵小冬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9月17日 主持公司的临时股东大会上 在那次会议决议中 其刚刚顺利连任公司非独立董事董事长职位 燕金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啤酒企业之一 全国市场占有率达到11%以上 1995年2月起 燕金啤酒成为人民大会堂的国宴特供酒 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截止9月30日收盘 燕金啤酒最新市值高达237.6亿元 截止二季度末 燕金啤酒A股股东户数7.3万 其中不乏国企的身影 例如中国正经持股 持股比例高达3.4% 中央汇经持股比例为1.55% 有网民表示 过了一个节散户门又流为韭菜 这一查一查被割到何时才是头啊 好了以上是本期《妄为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